第一题,我们把一个米粒大小的金属钠放到干燥的氯子上面 然后倒在肉斗下,再放在含有分泰的水溶液表面 这时候我们来看它,氯子本身会碰到水之后会湿 吸了水之后,这个钠会再跟水发生反应 钠跟水会产生氢氧化钠,另外产生氢气 氢气会从肉斗上面跑出来 氢气会从肉斗上面跑出来 氢氧化钠是碱性,再配到了分泰是指示剂 分泰在碱性的条件之下,呈现出来的是红色 所以选项里面,A选项,氯子吸水,水跟钠发生反应产生气体 A正确 B,反应后水溶液,呈现的是红色 错的 C选项,分泰不是钠来减缓,减慢钠跟水 分泰本身是指示剂 第三个也不对 第四个,漏斗顶端可以用火点燃 因为有氢气跑出来,所以可以点火 正确 第五个,本实验是氧化还原反应 正确 所以答案是A出1 第五个,漏斗顶端bin 第五个,漏斗顶端bin 在海中的下文和设篇,我们可以用火点燃